美国副总统拜登依照今年初美中两方的约定 在今天访问中国 并且和中共副主席习近平会面 外界关注在人民币汇率和对台捐售等议题上 双方将会擦出什么火花 专家指出虽然性债危机让美方在交涉上相对弱势 不过从网利试水温的经验来看 美方也不会有妥协让步 美中将再交手 副总统拜登带着被认为是日后对华外交政策推手的身份 与中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会晤 外界关注在人民币升值等经济议题上 美中舍高舍低 拜登他仿中美国处于相对的弱势 刚好出现性贫对美国的这个信用平等降等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中国可能会利用拜登仿中的时候 那那个对美国会说三道四或者是施加一些压力 但是如果说以美国他这次只是主要是进行要去了解习近平这样的一个目的来看的话 那应该拜登他并没有手上有获得太多的这个授权可以去跟中国来交涉 学者一2002年美国副总统前你访中的例子 认为美方嗜水温目的高 不过访问日期选在美中签署817公报的纪念日 中共会不会更加限制美对台军售 817的这个访中时间当然是跟中方刻意安排 所以有关于这个F16CD要不要卖台湾的决定 应该是在拜登访中之前就已经做好了 那就做好了以后拜登顶勾过去 就是被动的被咨询的时候会提出美国现在的一些的想法或者做法 拜登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首度访华 美方称此行将加深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利益 四天互动将会如何发酵 就看双方怎么过招 新桃人也的电视 陈真 台湾台报道